李克强的去世,会带来中共官场人人自危。 不管李克强怎么死的。 他是中共改革开放以后,第一位在卸任半年就去世的郑国级领导人, 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卸任半年就去世的总理。 以前中共官场不管怎么斗,改革开放后,都点到极致。 人人都得以高授。 这样一搞。 你看前总理斗这个结局,前二把手。 其他人,包括习近平的亲信,你想你是啥结局? 那其他人,李克强都这样了,万一习近平哪天不高兴? 我怕也是危险。 就算出于自保,也要留一手,或者留退路。 习近平的亲信更使,知道秘密太多,危险性更大。 历史上知道皇帝秘密太多的人,有啥好下场? 接下来共青团的,汪洋,胡春华,包括胡锦涛,就算出于保命,也大概率会对习近平反抗到底了。 接下来中共官场,会有一场各种混沌出来,人人自危,又不得不反击的混乱状态,我们就等着。 这不是停床,这是大概率可能发生的。 随着李克强的去世,维尼彻底没了任何撤肘,维尼应该会更大力度加速,中国会陷入更加疯狂的加速状态,各种事情就等着看吧。 第三,随着加速进行,民间反抗会更多。 暴雷会更多,房地产,银行,汇率,随之而来的各种抗议会更多。 说不定这中间很容易就爆发起义了。 第四,中国所有暴雷,随着加速会更快。 房地产暴雷,银行暴雷,汇率彻底崩盘,慢慢变金圆圈。 中共也就崩了。